好来看到花莲市今年有48位的模范母亲 以及6对的模范婆媳接受表扬 那么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今年不在室内举办表扬大会 而是改采亲自道府表扬合影的方式 那么魏佳贤在18号开始连续三天 陆续是前往个礼的获奖家庭 亲自向婆婆妈妈们智商最高的敬意 花莲市公所18号开始 连续三天陆续前往个礼的获奖家庭 由市长魏佳贤和工作人员 亲自向婆婆妈妈们智商最高敬意 除了表扬奖状之外 这次模范母亲节礼物是蜡烛金油香奔登 用温暖的祝福来庆贺母亲节快乐 那今年的母亲节 我们花莲市公所也因为大家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特别轻松道府 针对60位的母亲 那我们也谢谢过去这些母亲的辛劳 为家庭的付出跟奉献 那在此我们智商最崇高的敬意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多位里长的一个陪同 那我们也希望妈妈除了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 更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针对 我们家庭亲子的部分 持续办理各项的活动 也欢迎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一同来参加 那再来就是我们母亲节的一个表演活动 我们也希望借此能够宣扬更多家庭一个伦理的观念 也唤醒大家不只是妈妈照顾家庭 也希望孩子们也能够爱护自己的妈妈 花莲市今年有48位模范母亲和6对模范婆媳接受表扬 受疫情影响 今年不在室内举办大型的表扬活动 改采亲自到府表扬合影方式 市长温嘉贤也在于每一户获奖者合影之前进行全身消毒 确保每一位市民朋友健康安全 市长温嘉贤呼吁大家 爱要及时好好照顾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借助会欢迎市报道